精通術素的李居明 最近接受吳以利的電台節目訪問 不要以為她們大纜都請不買 其實Elaine和李師傅很多年前已經認識的了 其實Elaine 15年沒見 上一次是和你的女兒改名 為什麼我會接受她訪問 其實一個理由 就是因為她是我十多年的粉絲 看過很多書 不止運程書 我平時的書她都看 所以她跟我說 我看過你哪本書 哪本書 嘩 我好感動 而最近有傳成龍正籌備一套傳記舞台劇 還會將和Elaine的一段情搬上舞台 和15年前一樣 Elaine依然不想和成龍扯上關係 我會覺得因為我17歲選未入行 基本上娛樂圈所有的台前幕後的人 大部分我都認識 我覺得每一個演員或者明星演員都好 她搞一個舞台劇有一套戲裡面都好 當然有路人甲月丙丁 一定有路人甲月丙丁 每一個在那個演員曾經的生命裡面出現過的角色 裡面有都不奇的 但是不關我的事 不是我的戲裡面 所以不要問我 而當事人成龍雖然最近她去完醫院身體檢查 但是這日見她精神逆逆地現身 相信並無大礙 其實這日她是出席在北京舉行的 電影界年度表彰提名晚宴 並負責讀出港台導演提名名單 不過不知是否忙於準備舞台劇的內容 成龍沒有接受訪問 就匆匆離開會場 謝謝